李家鼎和譚玉英主持的 阿爺廚房一直深受觀眾歡迎 節目拍完一輯又一輯 現在正在播放第五輯 但他們已經默默為 緊接這個檔期的節目 鼎爺做節攻略開工 這日鼎爺就應阿譚要求 炮製現在最當做的大閘蟹菜式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大閘蟹的人 其實我基本上是一個很喜歡吃蟹的人 現在這個時候吃大閘蟹是最好的 所以怎可以少這道菜呢 但是辛苦頂爺又叫他用人手拆蟹肉 沒錯… 我告訴你,總是領養我們阿譚姐 我真是僱傭兵 不要這麼說 大廚出馬,當然要教他來做給我吃 他做出來好吃 大閘蟹,攪來攪去 包小籠包 就這樣蒸來吃 想些方法 為什麼有蟹份呢? 因為小隻的大閘蟹賣不到 是 或者脫鞦、脫爪沒有人要的 人呢? 人窮就自生了 是為了做生意 正常的拆了蟹粉 出來做其他東西 包包、做餃子、炒年糕 或者爪聰明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這件事 不需要選擇大隻 小隻的高油是這麼好 有些醉灶的 脫爪、脫爪、降 沒有人要的 如果大隻拿來拆蟹粉 那就浪費了 浪費了 因為吃大閘蟹 你看見他已經開心了 所以大隻是令人快樂的 小隻拿來拆蟹粉 我沒見過你吃東西這麼快樂 鼎爺和阿淡合作無間 所以越來越合客 他們朋友到 經常為對方改新花命之外 鼎爺還試過為阿淡剪頭髮 鼎爺經常幫你改花命 對 每一集都有花命 因為我們合作愉快 他又沒有戒懷 有時他夠膽做的 他就生了膽 生了膽 突然我大聲一點 他就叫我殘雞 對 我們不是說人生攻擊 他也知道我們喜歡玩 對 有時他那時候 先兩輯說 老婆頂過我 對 老婆頂過我 沒有所謂 大家開心 這件事 師太客知道你們感情好 剛才偷聽到你們說話 或是幫你剪頭髮 對 那次他就像我那些 容易搞 正義物資 所以他設定了一個刨 沒有刨就行了 他刨一點 不刨一點 我為什麼刨 你解釋給別人聽 我女性人家 為什麼要拿刨刨 事然我的髮腳長得很低 我經常都要拿髮口刨 刮了髮腳 刮了髮腳 刮出來一點點肉酸 我看不到 想力就變成肉酸 然後我刮了一年 就剩下幾條 那幾條就很賀眼了 導演又不知為何 導演其實也剛才11年多 不知為何這麼賀眼 他要不要硬 看到你的後腿 對 他就說 你這樣不行 快點去看看 哪間非法舖 你快點去剃掉 那時八點鐘 在土瓜環 哪間非法舖 我兩個這麼早的非法舖 真的嗎 叫你立即 對 他叫我這樣不行 出不了鏡 不收 打回頭 最初我想著他幾條蚊 這個就刮渣 刮渣 很像剛剛 我的手袋那裏 就是我一個包 有一個塑膠 在那裏 就刨了它 當街當行的 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刨 幫我刨頭髮